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外交部 感谢发言人总台国广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印中方邀请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和伊斯兰抵抗组织代表 日前来金磋商 就推进巴内部和解 深入坦诚对话 双方充分表达了 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 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并取得积极进展 一致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 争取早日实现巴勒斯坦团结统一 双方高度赞赏 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感谢中方为推动巴 加强内部团结所做努力 并就下部对话设想 达成了一致 防法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应约 从马格隆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中方愿同法方欧方一道 以此次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性 稳定性 建设性 互惠性 推动中欧关系 稳中有进 行稳志愿 为中欧各自发展和世界和平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 云川和新宝 已被选定赴美国的圣迭哥动物园 中美双方专家 已开展多次实地的评估交流 将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要求 和技术标准 积极做好筹备工作 全力保障旅美大熊猫的健康安全 相信随着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项目的深入开展 将进一步提高宾危物种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合作与研究能力 为宾危物种保护 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有益 做出积极贡献 以国际劳动节的假期安排 国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将于5月1日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飞方的海警船和公务船 未经中方同意 清闯黄岩岛的海域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驱离 中方奉劝飞方 立即停止 请权挑衅的举动 不要挑战中方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几页掌门人出现在北京车展现场 展现出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青睐 请问